一只鹰伪装后混入了鸡群 在这里每日吃喝都不用抽 一段时间过去 食物链上层的鹰居然堕落成了一只鸡 今天目位就给大家带来一部动画短片 鹰与鸡 养殖场里农民养了许多肥美的鸡 这让附近的秃鹰看得垂涎三尺 但是有农民的守护 它完全无法靠近养殖场 鸡肠碌碌的秃鹰只能无奈飞走 这一天受到同类启发 想到可以伪装成鸡躲进养殖场 于是它冒险试了试 农民看到它果然没认出来 还给了它一把饲料 围在重鸡之中 秃鹰得意的笑了 跟在母鸡背后 秃鹰那是一口一只 等母鸡回头的时候 已经找不到小鸡了 这时农民路过 吓得秃鹰跳到母鸡身上 好在农民没在意 这才让秃鹰躲过了一劫 之后秃鹰那是更加猖狂 由于天天伙食好 又不怎么需要运动 一段时间后 它变成了一只妥妥的胖鹰 现在它的动作 已经迟钝的不行 再也抓不到鸡吃了 这天农民发现它不对劲 以为是饿的 就把它扔到了饲料面前 这秃鹰哪吃得灌鸡饲料啊 可是农民在背后看着 不吃估计要暴露 于是它一咬牙一狠心 就吃了一口下去 没想到这味还不错 算了吃不到鸡 吃饲料感觉也是不错的 从此以后 秃鹰开始和鸡抢饲料吃 长得也是越来越胖 彻底沦为一只鸡了 这一天 它被农民扔到屋里 秃鹰以为又有小灶开了 可是看着屋里的各种刀具 秃鹰感觉不太对劲 这好像是给自己准备的 于是它转身就跑 跑到围栏边上 它因为吃得太胖 怎么都钻不出去 看着慢慢走向它的农民 秃鹰一下子就惊醒了 原来是一场梦 虚惊一场呀 但这个事情 也提醒了秃鹰的处境 它想着在农民 要吃它之前赶紧跑 到了栏杆边上 秃鹰遇到了同类 它刚准备打招呼 对面的同类 就把它当食物给抓走了 咱们取得成绩的时候 不要嘚瑟呀 如果不懂得适当居安思危 迟早是要倒霉的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 对面的 是